今天講一下北京的沙塵暴 看到一則新聞說北京又有很嚴重的沙塵暴 說真的對面都不見人,很誇張 而且那些沙塵暴吹到其他國家連南韓都受影響 話說新聞說由3月15日開始 中國的北方城市遭遇到近年來最強的沙塵暴天氣 整個天都一片昏凰,城區大部分地區能見度少於一公里 空氣質量極差,受到重度污染 看到很多照片,整張照片都黃色 在景山公園拍攝去北京的故宮的北門 看不到那個故宮,很誇張 然後說南韓都受影響,看新聞又說南韓的氣象台表示 吹襲中國的沙塵暴吹入南韓 令到全國各地都出現沙塵暴天氣 尤其是首爾、仁川市等等的地方 都是有很嚴重的沙塵暴影響到南韓 但是北京那邊聲稱,沙塵暴今次主要是起源於蒙古國 好像想把這個站推給蒙古 好笑,通常我們經常說沙塵暴 大家都知道北京一向都很厲害 一般就說是因為他之前開發大西北 然後搞到沙漠化嚴重 然後就出現沙塵暴 北京似乎想把這個站推給蒙古 我記得以前初中的時候學校要教課書 就叫做《風雪中的北平》 阿周老師有沒有教過這課書 我們一說起這課書勾起我很多回憶 教書當然有教過 但最近我的學家經常都提出 這課書未來還能不能教的 北平兩個字還能不能用 但我想大家都要想一下 如果這樣都害怕 我心想很多東西,這是歷史 很多東西都不能用,不能說 北平這個字 今時今日在國內 可能都沒什麼人認知是什麼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更加沒什麼所謂 不過這個拆軟了,說回正經 但我想不是很多聽眾知道 為什麼北京以前又叫北平 然後現在又改名 就是中國一向就只有一個京 京是首都 以前中華民國的首都應該是南京才對 所以當時北京就要改名叫北平 這樣就不能叫北京 但自從1949之後 新中國成立 所以就要把這個首都搬去北京 北平就改名叫北京 但很有趣的 既然北平就已經改名過北京 理論上,南京也要改名 應該改為另一個名 例如改古的名字 金陵 對,因為是金陵 要是改名叫建業健康 三國那些 但沒有改名字 他想著就不想煩 結果很奇怪 現在中國就有兩個京 有北京有南京 經常都會有一個難解 為什麼有北京有東京 有南京但沒有西京 但那是日本的東京 其實中國有西京的 其實是有西京的 中國有西京的 是以前古代 以前長安就叫西京 普京 現在叫普京 你去到這麼盡就沒辦法 但我正正想說一類的事情 我們搞歷史或讀歷史人 我覺得有時候的事情 先不要那麼快跳到那個 大家害怕到那個地步 其實是很難做事的 老實說 既然現在還可以叫做為多利亞公園 還可以叫做王后大同宗 那就繼續吧 不要那麼緊張 他下了命令說不行 你再想吧 這些問題 多謝倫爺給我機會發揮 我講一下這些事情 但我一講到沙塵部 我即時想起 你知道我這幾年都有帶學生 這兩年好了 但再早點的年代 我都有帶學生去北京 去國內去考察 其中有一次去北京 就煞有介事了 因為那次我們叫所有學生 臨出發之前 就叫他們回來 緊急開會 事前就抓了校長 抓了所有人來開會 原因很簡單 因為那次就出現了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大約是三四年前 出現了一次 據說是很久沒試過的 巨型沙塵部 那次就抓了所有人回來 然後就告訴你 因為我以前去北京的時候 或者我自己帶隊都經歷過沙塵部 所以我提醒同學要帶備很多東西 又要帶備口罩 當時口罩是一些常秘物資 大家要明白 還要幫學生買定一些高規格的 有什麼必需要幫他們 各樣的東西 又要提醒同學 如果有病 尤其是呼吸系統 例如有些烤喘那類的東西 就要注意 這些就是我自己對於沙塵部的經驗 事實上 沙塵部 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 或者我們的聽眾 有沒有經歷過 簡單來說 就是它整個曼天的空氣 都來曼著一些 由沙或其他各種微粒 做組成的一個 即是好像很大風 即是香港打了三號風頭 我的經歷就是 那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防備的 是非常之 真的 你是除了戴口罩 但是都會入你耳 入你眼 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但是今年 據說又來一次 不知道多少年難得一遇 究竟怎樣才難得一遇 這個我都不會回答你了 我以前印象中 我都去過北京去過兩次 一次是夏天 一次是冬天 我冬天去過那次是三月 其實已經不算很冷了 但是都已經感受到 看貨文的《風雪中的不平》 所描述的那些景象 有些類似這樣的感覺 即是當大風上來的時候 很厲害的 當然了 那一課課文叫《風雪中的不平》 因為那個作者金兆子本身 他寫的時候 原本那時候就是民國時期 所以他當然要不平 這個沒有什麼敏感的東西 純粹只是那個時候的人這樣叫 然後 那課書其實是挺經典的 即是描寫北平 即是北京的風雪中的情況 尤其是大風到什麼程度 走的時候 可能要反過來 我看到我背部抬著他 然後呢 走兩步 吞一步那種的情況 描寫得挺生動的 不過這裡不說那些什麼 動態描寫那些東西 大家又不是學生要上課 但是我純粹想說一下 那時候我看這篇貨文 就覺得 對於北京那個大風雪的情況 我都有印象 現在就不是說風雪 就說這個風沙 這個大塵 最近又看到一個帖 那些大陸有些網友 挺有幽默的 寫一些段子 話說因為北京的沙塵步這麼厲害 他就說北京這個地方 真是地靈人傑 他說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 哇 去到這個 這個 這個 一落雪的時候 冬天一落雪就成為北平了 一落沙就成為北宋 為什麼叫北宋呢 因為那些人拿一些照片 拿來和以前那些北宋的畫 拿來比較 你看到那些古畫 很多時候背景就很昏暗 很昏凰 畫到 然後呢 前面有些山水景物 後面整個背景很昏凰 他現在拍到那些北京的照片 因為背景極之昏凰 加上前面的樹 就這樣看有八成相似的古畫 所以那些人就說 清明石河圖 背景是黃色的 他說一落沙就成為北宋 一下子穿越北宋時期 就這樣來講笑 所以這個是挺有趣的 北京那個一落雪和一落沙 這個沙塵 都有不同的景象 當然這個是自我諷刺 本身這件事就不是一件好事 我想起就是 關於沙塵部 為什麼會有沙塵部 大家都眾所周知 就是說沙漠化很厲害 就會造成沙塵部 通常一般認為 這個是因為 撼伏過渡 有些部分原因是自然形成的 可能是因為地球乾燥大移動 產生氣候變化 導致局部地區沙漠化 但也有很多地方的沙漠化原因 其實是人為因素 比如說人口急速增長 所居住的土地被過分耕種以及蓄木 導致土地枯渴不適合耕種 通常沙漠化就是由自然的沙漠周邊開始 然後慢慢逐漸擴散開來 研究顯示很多環境裡面 隨著那些植被的覆蓋增加 侵蝕和流失的指數就會減少 暴露的漢地的土壤就會被風吹走 或者被洪水沖走 留下的地方就在日光下暴露 那些貧積土地就會變成不無之地 我們如果要研究一下歷史上 有什麼地方曾經有發生過嚴重的沙漠化 其實有很多時期都試過出現 比如說加太基、希臘、羅馬 他們這些帝國以前都試過有發生嚴重沙漠化 然後搞到這些大型帝國甚至乎崩潰 因為當地人口結果就要遷循,不斷轉移 歷史跡象顯示 很多世紀之前干巷區域嚴重的三個人口籌密的中心 包括地中海地區、米索不達米亞地區 和中國的黃土高原 以前曾經有段時間都是非常繁華 然後水土很好 但是最後因為沙漠化嚴重 然後搞到那些土地乾旱 搞到沙漠化嚴重 原本其實土樣很肥肥的 但是因為過度農業活動 搞到人不理 土地長期枯渴 搞到水土流失很厲害 究竟現在這個北京的沙塵部 是否因為同樣的原因呢 周Sir怎麼看 我今天有兩個重要的論點帶來 第一,我以前讀地理 或者我早年教書的時候 一提到沙塵部 都很容易會跌下去一個說法 就是跟這個植枚的問題有關 順便通常會跌下去 就是在說 我國很厲害的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大量 譬如是內蒙古 尤其是現在國內都經常說內蒙古的問題 就說在內蒙古那邊 就有大量的畜牧業 導致一些植枚受損 這個是最常見的說法 我當年同學生說都是 那些叫做羊 那些山羊 那些驚皮的貿易 就令到很多牧民去養這個山羊 山羊和綿羊是不同的 綿羊是吃草尖 山羊是吃草根 於是一挖就挖了那些草根出來 結果整個荒木化的情況出現了 這個是我早年教書經常都會說的 這個說法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再去提出 其實這個所謂沙塵暴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周期性的問題 絕對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如果我們說在中國 自古以來也有沙塵暴的紀錄 包括在詩經裡也曾經有過一些字眼 譬如在以亞編裡面 有一個叫終結的鐘 中風且埋埋是冒埋的埋 全埋與土 這個其實就是在巡漢時期 其實已經有歷史的文獻記載 是有這些類似沙塵暴的情況出現 當然我們一直看很多不同的歷史的紀錄 其實是有不同的時期 都出現過類似這些情況 當然因為我估計是跟周期有關的 我想是跟那個大氣的流動 或者是當時的風勢 各樣東西是極有關係的 但是當然了 我剛才沒有排斥的 直批的問題在現代化 是多了人去種種植物 或者畜牧 甚至乎人口的增幅 我覺得跟整個中國歷史上 那個霧迷 或者是沙塵暴 發展是絕對有關的 因爲我們看回 其實是呈一個上升的趨勢 甚至乎是幾何級數的上升的趨勢 最簡單我剛才說的《詩經》已經有的一些記錄 但是其實在巡漢之間 當然當時的記錄沒有那麼準確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相對起有文獻或者有文學作品相關的記載 似乎在明朝以後沙塵部的數量是多很多的 如果就這樣用一個比較的比對 我們預期得到跟人口的增長 和多了人去做農耕、畜牧、各種事業 尤其是在草原地帶 你知道我們中國對出就是外蒙古內蒙古一帶 那些草原地帶被多了人去做 剛才我說的農木業的東西 會絕對有影響 這個我覺得大家要留意這一點的 事實上是一定有關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 現在的情況更加嚴重 因為其實不單純只是自己內部的需求 這是另一個大的問題 嗯,沒錯 通常都會說沙塵部有自然因素影響 也有人為因素 那人為因素其實現在都是比較明顯看到的關係 譬如你剛才也說的那些人口的上升 植被的減少等等 至於現在的情況呢 你看到北京的情況這麼嚴重 他嘗試推出蒙古國 不是蒙古國 是蒙古國的 起源於那裡 那他是不是真的呢 再進一步研究 其實大家都知道 北京一向以前也有試過很嚴重的沙塵部 通常都是說因為斬太多樹了 尤其是這個西北地區 我記得以前讀中學的時候有個故事 就是出自孟子 告子上的故事 就講這個牛山作作的典故 就講牛山之木什麼來的呢 跟我們今天的話題有些關係 話說孟子告子上有一句就講 他說牛山之木常美以,以其交於大國也 他說虎根佛之,何以為美虎? 是其日夜之所識,與老之所潤 非無盟洩之生然,牛羊又從而木之 是以若彼作作也 什麼意思呢? 他說牛山的樹木曾經很繁茂 但是因為他在大都市的郊外 很多人拿斧頭去砍他的樹 還能夠保持繁茂嗎? 這樣就不行了 他說那些山上日夜生長出來的樹木 他說不是沒有一些亂牙生枝長出來 但是牛羊接著又來到這裡放木 於是就會令到這裡變得光秃秃 那些人見到光秃秃就以為 就是這座山,他沒試過有些大樹 其實這個不是牛山的本性 其實正正用了這個牛山作作這個典故來帶出 就是原來這個以前的人 都是不斷斬樹 搞到這個牛山本來這個地方 原本是很多樹的 最後都變了牛山作作 變了光秃秃的 似乎孟子也有很多環保意識 當然他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本身不是想叫我們保護環境 本身是想強調 就是說人性一樣 人性就像牛山一樣 如果長期我們喪失了善心 就會跟牛山一樣 不過我們不說他有什麼善心問題 這個是孟子想說的 重點是想說原來 古代已經有很多這些 亂斬樹 然後毫無可持續發展意識的人 所以孟子在另一個故事裡 也有提過類似的東西 就說虎根已時入山林 財目不可聲用也 叫大家應該安事 上山斬柴 就不要一次過斬柴 似乎孟子也挺有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叫大家下去捉魚的時候 就不要一次過捉完 要那些網不要那麼大 要那些網不要那麼密 應該那些洞大一點 放走一些大魚 孟子有這些保護環境的意識 當然他是純粹想怎樣可以幫到大家 可以可持續發展 而不是純粹說保護環境 我想起這個故事 至於另外一個 關於破壞環境 而導致文明的倒退 甚至文明的消亡 這個就不得不舉另一個出名的例子 就是復活節倒 我一直都想去復活節倒 有沒有去過?周Sir 有沒有興趣去這個復活節倒 我絕對有興趣去 但真的不好意思 沒有機會去 希望疫情快點結束 但復活節倒的情況是怎樣的? 復活節倒的歷史也是一個人間的悲劇 其實看回復活節倒就是 現在去到的時候就發覺那裡是樹木稀疏 土地貧借 水土流失嚴重 很荒涼的樣子 但其實最初不是這樣的 原來話說以前的玻利尼西亞的人去到的時候 應該是充滿著很多橋木灌木草本植物 有很多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 熱帶森林 然後火山噴發出來的火山灰 為當時的植物生長提供理想的養分 所謂是賤生態的天堂 所以說原來那時候應該是很多樹 甚至有些很高的棕櫚樹 好了 但為什麼現在沒有了呢? 大家都知道 復活節倒就是很出名 在上面有很多神像 很多石像 其實他們是拜神的 那些石像叫魔藝石像 很巨型的 原來那些以前的玻利尼西亞的人去到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繁衍人類 然後他們有他們的文明之後 他們不斷找東西吃 然後不斷就開始形成有政治系統 有社會階級 然後會懂得拜神 其中就會分成兩個階層 代表他們不同的社會等級 其中由長、祭師的地位較高 勞動者的地位較低 然後去到大概十六 由大概第十世紀開始 去到十六、十七世紀 這幾百年裡面 就相傳這個當時的當地的島民 叫做拉帕魯爾人 就不斷建一些巨型石像 魔藝石像 用來去製製 弄很多個 現在在石像 現在在島上 大概找到有千個石像 而且每一個石像 重達幾十噸 又高幾米 甚至乎不止 因為他們發現一路再向下挖 向上幾米 向下挖 原來還有 有些是深入地下 很大的石像 所以島民是用玄武岩 製成的斧頭加工 賭上火山噴發 形成的營灰岩和火山岩 而成的 再用之前那些很大型的樹 那些樹的纖維製成的承索 和那些木 用去運送那些巨石 那就是說 他要去製造這些石像的時候 是要砍大量的樹木 然後把樹木 用來整各樣的 一來承索 一來用木梟 用去運送那些石像 而結果 就因為大量破壞那些樹 而令到當地的生態 遭受到嚴重的破壞 然後搞到現在 就變成了今天 好像牛山作作的例子 所以從以上 剛才我們這兩個例子 無論牛山作作 還是復活節島的歷史 都看得到 似乎人類是不懂得吸取教訓